祭祖 成串的水果 很多人喜欢买一串的水果 比如龙眼 觉得在祭祖的时候 带上这类水果准没错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几种水果 都是不可以带去祭祖的 因为它们都是成串的 那为什么祭祖 不能带成串的水果呢 因为有走成串这种忌讳 避免家中有人跟着先人离去 绝对不能走成串 因此这几种成串的水果 是绝对不能带去祭祖 作为共品的 第二种空心的水果 相信大家在生活中 都比较喜欢吃香瓜 这些口感比较香甜的水果 我就非常喜欢吃香瓜 又香又甜 而且很多汁 但是祭祖的时候也不能带 因为空心水果寓意是无心拜祭 对仙人有大不敬之意 无心祭拜会导致仙人不高兴 也不会保佑全家人的安康 所以小伙伴们要避开雷区了 第三种 梨 人们觉得祭祖在爬山的过程中会很累 所以带梨子会比较合适 因为很解渴 同时也适合祭拜 但是恰恰相反 因为梨和梨同音 在古人看来就是分离的意思 如果是作为祭拜的话 就代表了和仙人分离的意思 是非常不好的寓意 跟仙人离心也是不孝的行为 因此 祭祖带梨去是非常忌讳的 第四种 多子的水果 在日常生活中 多子的水果有很多 其中石榴 百香果和火龙果 这几种水果都是大家比较常见 而且比较喜欢吃的 特别是石榴 我就非常喜欢吃 香甜多汁 而且对身体很有益 但是这几种水果有一个弊端 就是不会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 最重要的就是多子 代表对祖先不专一 没有孝心 祭拜带上这些多子的水果 是对仙人的大不敬 又不尊重仙人的意思 所以记住 千万不要带多子的水果去祭祖 一般情况下 家里有老人的家庭 大都懂得上坟的规矩 会提前安排买东西 置办用品 到了要上山的时候 也会一早提醒家人 有关祭祖的讲究 其实不是太多 但还是有的 只是现在不少年轻人 不懂这个 胡乱拎两样 就上山磕头 看到别人带的东西 才发现自己的无知 要说吧 有些事真不必太较真 比如您早上吃什么 袜子什么颜色 这些你都自己知道就行 真不必讲究 但往外拿的东西 就要讲究一些 免得别人看了笑话 免得祖先在天有灵 说你坟头上烧报纸 上坟时全凭心意 但水果却是必带的 那适合带什么水果呢 苹果 苹果又称平安果 它果形圆润饱满 颜色艳丽 苹果寓意平平安安 象征着平安和幸福生活的到来 祭拜先人时 要带上苹果 这种寓意好的水果 又庇护子孙后代 平安顺利 人望家望的好寓意 橘子 橘子也叫橘子 是大吉大利 吉祥如意的象征 因为橘子的形状为圆形 果皮的颜色又为金色 也有裁缘广进 圆满顺利的意思 从古至今 橘子就有吉利果之说 它被赋予了多重吉祥的寓意 因此像蜜橘 柑橘 砂糖橘等 都可以作为祭祀的水果 香蕉 香蕉的颜色金灿灿的 形状很像元宝和弯弯的月亮 祭祖时摆上香蕉 有三重含义 月亮的圆缺 恰似与亲人 重逢离散的心境 代表着对逝者的思念 同时 香蕉还寓意着 招财尽宝 祭祀时戴上香蕉 其意在仙人诱护下 能够家境淹食 财富充足 另外香蕉又有智慧果的美誉 也有盼望子孙后代 聪明伶俐 光耀门眉的意思 橙子或柚子 橙子和柚子 都可以作为祭祖的水果 柚子有保佑家人之意 而橙子的寓意 有两种解释 都是取橙的谐音 一为橙 象征心想事成 二为橙 代表真诚 真心诚意 用它来祭祖 代表了那份诚挚的孝心 也希望后代人们 心想事成 事业有成 财源滚滚 以前老一辈人 在扫墓时 会有很多讲究 注意很多事项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年轻一代人 似乎对于这方面的事情 比较排斥 对于一些 丧葬文化习俗 也毫不在意 对于扫墓时 携带的一些物品 更是一问三不知 全凭个人喜好 殊不知 这样做 会引起一些严重后果 寄扫的水果 要提前清洗吗 按照自己当地的习俗 如果供果可以带扫墓后 带回食用的话 就在食用前清洗 如果不可带回的话 就不用水洗 以免缩短保质期 可以用干净的棉布 或纸巾擦去水果表面的浮沉 以示对仙人的尊敬 上坟时 要带几种水果 每种水果的数量 有要求吗 寄扫时的水果数量 是有讲究的 不能随意 应该是单数的 也就是说 起码要摆三样水果 每种的数量 也应以 三个 六个 九个 这样递增 数量上不用贪多 心一道了就可以 但切勿太过吝啬 祭拜仙人时 除了水果 还要带其他贡品吗 扫墓时 除了水果以外 还可以带上香烛 素酒 糕点 饭菜 鲜花等 在祭奠仙人的同时 要向孩子 讲述仙人生前的事迹 和祭拜的礼仪 让下一代 勿望祖先 继承孝道 并存有一颗感恩之心 而扫墓祭祖 是最重要 且严肃的活动 老人们常说 上坟妻不作 平安无灾祸 很多人认为 这是迷信 其实这一句 短短的谚语 背后其实 包含着 大大的科学道理 一般在祭祖之前 远在他方的游子 都会赶回家乡 祭祖扫墓 其中有一些禁忌 大家不可不知 不可在墓地拍照 祭祀仙人 跪在一个层子 祖宗仙人 已经离我们远去 我们心中 无限悲伤思念 此时应该心怀敬意 追忆仙人之德 保持严肃恭敬 如果在墓地拍照 拍合影 抱着玩世不恭 娱乐的心情 这就不合时宜了 是对祖宗仙人的大不敬 还不如不去 孕妇尽量避免扫墓 孕妇最好避免扫墓活动 一来 古人讲 坟场的阴气比较重 而胎儿 又是纯阳肢体 不适合去这种场合 二来 祭祖人多拥挤 道路难行 孕妇身体多有不便 为了不影响胎儿 以及孕妇的健康安全 还是不要参加的为好 不要穿大红大紫的衣服 祭祖是意念祖宗仙人的时候 是让人伤心难过的时候 不是办喜事 这时候穿大红大紫的衣服 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对祖宗仙人不尊 外人看到也会说是不懂事 这点一定要注意 外人不要参与 祭祖是祭祀自家祖宗仙人的时候 外人最好不要参与 论语为正上说 子曰 非欺鬼而祭之 禅也 不是你的祖宗 你连认识都不认识 就跟着人家一块去祭奠 这就由谄媚讨好的嫌疑了 当然 如果是历史上的伟人明示 后人因为景仰而去祭拜 这是正常的 祭祖扫墓 不可找人替代 有的人可能因为诸多客观原因 祭祖前实在回不了老家 无法亲自到坟前扫墓 就托亲人代替扫墓 烧纸 这也是很忌讳的 论语八义上说 子曰 五不语记 如不记 如果真的托不开身 那也没有办法 不去就不去了 有这份缅怀仙人的心就行了 但不能让人代替 这种事找人代替 还不如不去 这样就显得很不诚恳了 坟头长草了 一定要修整 祭祖的时候 如果看到坟头长草了 或者有其他树枝 木头类的杂物 一定要清理干净 中庸上讲 誓死如是生 誓亡如是存 孝之置眼 我们祭祖扫墓 也一定要跟他们在世的时候一样 如果父母的房屋 院落里长满了杂草 混乱不堪 我们能不帮着打扫干净吗 不要在墓地 嬉笑怒骂 非议仙人 祭祖扫墓 本是一个庄严肃穆的活动 最好不要带小孩 因为小孩子太活泼贪玩 在墓地跑来跑去 嬉笑玩耍 成何体统 祭祖的时候 可以说一些缅怀仙人的话 但不要妄加议论 对适者平头论足 你到底是来追忆仙人的 还是来找吵架呢 一定要注意场合 尤其是在祭祖扫墓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 与这个氛围不相融洽的言语行为 祭祖的这一天 不但是对亲人的缅怀 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所以有些习俗 可以不懂 但是要了解 只有这样 才能把中华的优良传统 传承下去 祭祖是对先人的一种思念 也是为子孙后代 祈福祈才 祈平安 因此规矩和禁忌也特别多 稍有不慎 就可能犯了忌讳 触了眉头 这些忌讳 您一定要记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